這集的嘉賓本來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但因為一次意外 在機緣巧合之下學法 最後還專門做全職 所以說有些事情是要整定的 有些事情是要整定的 因為他的靈力非常高 有一次他曾經遇過百多隻鬼 全部都是鬼 至於電話報料的朋友 他有一個司機大佬 說回一次懷疑被鬼閉眼的靈異個案 立即開始《總有一瓣喺左近》 歡迎收看《總有一瓣喺左近》 今集請來一位法科師傅 龍師傅,你好 你好…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們《總有一瓣喺左近》 就會記得師傅幫我們出去做靈探 感應和感受 因為你也是高靈人士 算是 對… 但高靈的程度是怎樣以為高靈 不讓一般人比較容易接觸 或感覺到,甚至看到 有印象第一次的感應是怎樣的 當時大概九歲左右 有一晚就做夢 看到旁邊的房間 某個方向有個女人走上房間 她追著我,到天台時 我就按著爛河 她就在我旁邊跳進去 當時她穿著一條紅棍 當時我當然害怕 嚇醒了,以為發了夢 但全身動不了,睜開眼睛 而眼前有個合影 一直都動不了 你知道以前的公屋 那些鄰尼關係很好 是 鄰尼的太太就走過來 跟我媽媽說 昨晚幾時有個女人穿紅裙 在那個位置跳進去 原來就是跟我夢中所見到的一模一樣 那一刻應該是… 我覺得不是愚感,而是… 通道 通道 我就知道中了一招 當時不敢出聲,因為怕會罵 那女人跟你們認識嗎 我認識她的 完全不關心嗎 完全不認識 那旁邊是甚麼 旁邊是樓 旁邊是樓嗎 旁邊是樓 不關心 完全不關心 好,那就令你的天線開了嗎 應該是 麻煩她了 對… 因為當時的公屋 人們很喜歡飛下來 對 我試過幫媽媽買東西 當時不遇到別人在洗地 我不知道 頭髮濕了,大身濕了 回到家後,媽媽問我 我說是否在樓下洗 我媽媽就立刻推我去洗澡 因為人家洗濕水,我全身都… 是濕水嗎 因為飛下來要洗澡 應該是因為濕水更令你通道 很明顯 像天綿礦 對…有些是天生液 好,之後再發生甚麼事 第二次發生在我大約16歲時 當時學校有同軍 參加同軍 去西貢一個地方露營 那個年代我們還可以買生雞 拿去煮食 買了一隻雞,教我們做乞丐雞 我們去到的時候 其實一群十多歲的年輕人 不懂得煮雞 又不懂得先拔掉毛 雞其實也挺多切慘的 很慘的 經歷了很多切果的事 在整個過程中 因為我完全不參與 太殘忍了 因為我以前住公屋時 旁邊的外婆是一位很虔誠的佛教徒 他經常播出一些佛經 而且他自己也會唸經 我就學到兩句 其實那一刻我出自於玩 而且真的有這種心 覺得很殘忍 我就說… 那摩咪陀佛 唱了一段時間 好,我們就開始迎貨會了 我們十多人聚在一起 差不多結束的時候 我聽到啵啵聲 我轉過去看一看 有人在草地上走過 對,距離應該遠過我和你一點 因為我看的時候 只能看得下身 因為我坐在地上 其實他未必沒有上半身 但我這樣看得下,他很快 我只能看得下半身 開始害怕了,我就問我旁邊的哥哥 我說我們那個圈裡 有沒有人走開過 突然他回答我 他說,你也聽到嗎 原來他也知道,他也聽到 這次我就知道出事了 這次,當晚我們有三個營去 一個營是老師和女生睡 一個營是老師和我們某幾個男生睡 另一個營是其他人睡 其他人睡的營是說我們玩通宵 年輕時好像很專家 你今晚約,你今晚過來睡 打算不怕 但我說我一定要睡覺 我要過去拿一些東西 那位師兄陪我走 其實就是薄貼薄地走 但他跟我走過去拿走所有的睡袋 枕頭之後,我關起來 一轉眼,突然間在這裡 有一個女靈體這樣 臉上的臉撲起來 很清楚是一個女人 她不是一個實體 她是一陣煙 但那陣煙是完全有輪廓 但那一刻真的很害怕 我便撞到師兄上 大家就站著,僵持了 我看到,當時我再看 這樣看一看周圍 看到我們的營附近 掛水袋的位置 整個梯田有很多 那次我覺得有一個百隻靈體 你會看到很多白色人形的煙 很清楚… 那怎麼辦 怎麼睡 沒甚麼聲音 裡面的人正在玩 他們正在玩,突然看到我們進來 我們害怕,我就這樣震動 這樣震動,震動得很厲害 全部人靜坐到天亮 我後來聽過一些 以前做水雷炮兵的同事 他們說原來以前在那個灘灘 很多非法入境者在上岸 但那個位置很大浪 他們經常會衝船 很容易震動 那位置死了很多人 可能因為我出自內心 真的想超對雞 出了超度的心 對,出了超度的心 因為萬發為心做 你有超度的心 你一去唸咒語,你就超度做到 當時我覺得他們沒有惡意 其實沒有惡意 突然站在那裡沒有惡意 你聽經 反而他出了,你又不替他做超度 那一刻真的沒有這種功力 很害怕 唸到哪個 還沒學法 好的 但這件事是否驅使你後 就去學法 也不是 但也不是 發生了甚麼事 因為你不知道在哪裡學法 十多歲… 不知道哪些是正與邪 沒有這種渠道 到後來長大 我做了一份相對地穩定的工作 但因為在工作的時間 發生了一個交通意外 當時醫生判我 可能下半輩子也很糟糕 公司有申訴我 讓我去做一個背景的位置 工作量沒有那麼高 只是坐寫字樓 寫字樓基本上要24小時運作 但每一間只有你一個人 我早期去那裡工作時 逢春回通宵夜晚 就會有一些不同聲音 像你炒筆一樣的聲音 後來就燙櫃筒 即木櫃筒聲在那裡燙櫃筒 剛才那段時間認識一個法科師傅 他就跟我說 阿龍,其實你要學習 你是學法的人 我就告訴他 我就跟他說發生了甚麼事 他說你更加要學習 當時我沒有表態 他只給我一條負責 話說一次,因為回通宵時 我就有點累 我就找了一個地方捉住 突然聽到很吵 好像睡在火車櫃的聲音 然後就開始從上面躲下來 有人動不動 開始由頭頂躲下來 我知道這件事出事了 這次又出事了 差不多到達這個位置 因為大了一條鏈 到達這個鏈,突然一條鏈跳 對,他就… 你是否感覺到他… 感覺吧,只是感覺 但來到這個位置 我感覺到他有很明顯的跳動 然後就走了,沒事 那條扶子是保住你 對… 第二天立即找師傅 師傅,我想學法 他說你現在想學,但我走了 對,因為他不在香港長期定居 他兩邊是人離開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這樣嗎?那你再等我 你有沒有考慮過他放東西 在香港長期定居 對,沒錯 我又覺得… 又不是,我也挺相信他 我們都懷心長,在想的事 對,也要想一想 對… 後來…他幾個月後回來香港 他托人問我 你還想學嗎 然後我說學,當然是學南 在我…又是上通宵 我一早就坐在那裡看新聞 6時多 那天下班後 將會進行一個入門儀式 成為神功弟子 在這個時候,突然坐在那裡 突然有個女人在我耳朵 很接近 喂… 喂了我的聲音 然後馬上醒了 整天都醒了 到當日入門的時候 師傅會用一些蛛衫看電影 我們在身上寫一些文章 符咒 類似的,對 即是將來人開崗 他一揭開我的頭髮 一看,額頭一揭開 他說寫著這件事 弄得你也挺厲害 我說要及,他今早才叫我 你放心,你回去後不會再有聲音 但很有趣,那個期間 我也不知道在祖師爺給我考驗 還是甚麼 我學了一些東西 他們又會再升級 好像不斷在挑戰 初初師傅畫完東西 就全靠師傅的法 然後他真的靜了 那一段時間他們又出現 我就開始念咒,淡地靜 然後開始再來 淡地也沒用,要放獎,他又靜 如是者,回去跟師傅說 師傅說,早去世界吧 這樣做就不行 對… 早去世界 對,早去世界 以後為… 來了… 當時… 因為我們地方的地點 是接近大酒店 而且我們有個神台裝香 不過從來沒有人開崗 所以日裝、夜裝 你不知道裝了給我甚麼 是嗎?這麼奇怪 然後師傅教我如何做 我就去 因為當時的寫字樓 也不太方便 我是人去的 當時我先用了兩條褲線 通常我們去做褲之前 我們會說 我們現在將會進去工作 以神功弟子命義進來工作 你們走得好走 我們會開門開場讓他離開 當時沒有反應 不理會他 為何第一條褲之後 後來門口有公司用的 大的蒸餾水瓶 排在那裡,然後撞著出去 即是怎樣?自己動嗎 撞出去? 撞不開 好像有人走過,撞到蒸餾水瓶 他衝著出去 那條褲… 因為只是紙造而已 燒完後,那些紙也會攪拌 第二條褲是拿甘木渣做妖邪 我們第一條褲是告訴祖師爺 第二條褲是找拿甘木渣 三位祖師爺去捉藏身病影的鬼 很有趣,我自己做的 物料也是那樣 我燒這條褲時,我連走一趟 那條褲是一滴灰也沒有落地 真的散開了 化開了 對,自此之後 真的整個死就剩下了 反而我比較好奇 師傅,剛才你說遇到那次意外後 你差點半身不遂 有甚麼令你現在見步如飛 不知道,上天安排 其實每件事都好像橫緊扣 你覺得當時的不幸 可能日後遵咒了你,有些事情 即是有個機緣 對,機緣 所以你今天做了師傅 也有個機緣 對… 待會也可以分享一些驅鬼個案 好,可以 好嗎?我們回來再見 龍師傅,你剛才說了你 學法前的前半生 現在學了法,就說學法後的下半生 有甚麼奇異經歷或驅鬼的經歷 話說有一晚師傅在群組 有否有人可以立即回來幫忙工作 我說我當然要舉手了 我們在家中就舉手了 上去的時候,我們準備定 接下來將會做事 師傅略略告訴我們有甚麼事 他說現在有一個鬼上身 是鬼上身的事主的女朋友 聯絡我們 因為這個男生 其實他在出事前有一星期 開始性情有點變 而當天出事的時候 突然失蹤了 後來有人找到他 在尖沙序某個商場 穿著泳褲,在那裡跳舞 就像精神失常一樣 對 找到他之後 他女朋友不知道如何聯絡到我們 那些人就載他進來 他們有兩車朋友 我去到的時候 我當時在幫師傅在設壇的事 師兄弟在樓下,打算接他們上來 因為是村屋 我聽到師兄弟突然叫我 就叫阿朗…他不肯下車 也知道有甚麼事 男士主要不下車 當時我撿了抽繩,放進袋子 我就下去了 當時看到他坐在一輛車的後排 他就這樣靠著後面 然後兩隻腳撐著頭枕 只是穿著泳褲而已 穿著泳褲 穿著泳褲 依然保持著造型 即是支撐著自己 不想下車的狀態 對,當時我說 他說叫甚麼名字 教朋友我們上去喝杯飲料 我說不想… 他女朋友就走了去 安裝他做甚麼,打算下車 他就直接在車內看見手就這樣動 原來他拿了一把傘 然後找了一件衣服 即T叔就這樣繞了手 我就覺得奇怪 你鬼想像這樣 但我一開車門,他拿來… 對我 對 他一對我,我就擋著他 拔他下車 然後按他在地上,反手 然後綁住他的腳 我們幾個人拔著他上去 上去的時候 我們叫他喝杯水 他叫他喝杯水 他說不喝?是符水 我不喝 他說你傻,挺正常的 後來我把他放在椅子上坐 把他的手放在椅子後面 然後他就不能動 當時師傅由麥克風躲去 我們自己請神 我們一請神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一聲 我一看,他就跪了 但我不知他怎樣跪 即是鬆了嗎 他沒有鬆 他手不知怎樣 總之他跪在地下 為了你很辛苦… 後來師傅不理他 他看著他就繼續請神 把我們的香氣放在地上 很慘 對 他跪在這裡喘氣 然後請神後 然後就拉上椅子坐 他就開始很不耐煩,很不舒服 他這樣說很熱、很乾 當時師傅說 壇上的陽火就將他燒乾 即是燒乾 他一定是水櫃 水櫃? 是水櫃 後來師傅就跟他說 因為他認輸 那一刻他已經很害怕 因為我們把符水放進去 尖叫和喊 他突然間… 當然是男生的聲底 但他變成了一個小朋友 就像我扮小孩的聲音 不斷喊媽媽…很害怕,媽媽 不斷喊 當時我們聽到很深呼吸 一問他,他說他不懂得離開 這個時候,師傅就聘請我們的祖師爺 就聘請牛頭蠻麵來 其實我知道師傅叫我做甚麼 我拿了牛頭蠻麵符 一化,再裝香 很有趣 與此同時,他說看到兩個核影 他說自己說,看到兩個核影 師傅就不用怕 你跟著那兩個核影去吧 你不認識他,就跟著他 跟著他走就行了,那男人 這個男生開始慢慢轉盛 其實這個男生很健康 他是一個救生員 難怪穿著泳褲 對… 那個靈體中間有說過 因為他覺得這個男生很慘 他是一個新入籍的救生員 人家生來生去做得多一點 這個靈體覺得他被人欺負 而這個男生有時 他在中間的休息時間 會躲起來奔放到小碎… 就是當時開始有交感 但其實他上去的原因是甚麼 他幫他?很慘 他想幫他,對 他想幫他很慘 幫他做甚麼 他說不想他被人欺負 欺負這樣嗎 而一個八歲小朋友 可能想不通吧 我覺得很多時候靈體 不是有心上來生的 有些個案是 他無緣無故撞在一起 兩個泥膠撞在一起 他拔不拔開自己 所以要有些人幫他拔 有時會有這種情況 明白 龍師傅有太多經歷 不過暫時談不完 因為我們現在有電話封閉的報料 先聽聽 大家好… 你好… 今天有甚麼故事帶給我們 我想說一個關於我自己開巴士的情況 給大家聽聽 好 事情發生在今年3月 我當天已經上班最後一輪車 我們正常來說 下班後一定會循循車 去看看車上有否有人在 有否有財物都留在 剛好在十字路口轉燈 我大概有分半小時 我大概有分半小時 其實我在倒後鏡上 也看到下層已經沒有人 我也看到車的標板 的燈光電視 也看到上層沒有人 但公司開定 無論如何都要下車看看 我就爭取時間 下層走過也沒有特別的事 真的沒有人 我也沉黎地上去 我一邊上去時就吹著口哨 我們一邊上去到二樓時 發現有兩個人坐在這裡 他看著我,很流行跳在吹著口哨 其實我一頭無水 於是我在想當時自己是否看錯了 於是我就回到司機去看 看電視電視 那一刻其實電視電視 看到上層也看不到人 對 他坐在甚麼位置 你上去二樓時 其實就是剛才上樓梯 有一個女人坐在這裡 然後女人的斜後面 也有一個人在 真的不認識 兩個位置 那個位置其實電視電視 不是盲點的位置 對,一定看到的 有一刻我懷疑 電視電視電視是否輕輕了 即是… 固定了畫面 埋斬落客,真的有人下車 也是那兩個人下車 那一刻我覺得那兩個人 也真的是一個人 不是靈界朋友 因為已經清晰客人 我下班了 我把車燈關掉 關燈後我看電視電視電視 電視電視是黑色的 那一刻他正在收緊現場 沒有壞到 不是說手機 那一刻我在想 究竟是我被遮掩 眼睛看不到 還是怎樣 我無法解釋那個現象 但如果這樣下來 沒可能真的有鬼吧 又有腳 但後來我把事情分享給師兄 有師兄回覆我 其實有師兄遇過這種情況 你的情節也是一樣嗎 對,就是說是視電視電視 看不到人 如果是靈體玩的視電視電視 比甚麼更多 不,其實很簡單 就是遮掩鏡頭 為何不直接問龍師傅 其實是為甚麼 我也在想 因為通常聽到的情況 都是說你肉眼看不到 在鏡頭看得出來 對,就是這樣 好像沒聽過這個情況 我也很好奇 因為鬼遮眼 有時候在馬路遮掩,你看不到車 對,我就是這樣做到 對,譬如你工作時 遮掩,你看不到一些問題 遮掩,遮掩的文件 也有這樣的情況 但聽過你肉眼看得到 然後在鏡頭看得到 我也覺得很有趣 我也想不明白 那你開車小心點 因為現在停下了,發生了事 我怕開車時,其實我可以 好,謝謝你,陳先生 謝謝… 好,好,再見 我反過來想 如果他看到的真撻靈體 他也挺厲害 第一,看到實體的靈體是有的 是會看到的 他很實在地走,絕對是有的 我覺得是人 而且他有表情 我覺得是人 因為我通常看到那些 都是無媚表情的 所以我覺得那兩個人是人 但我真的想不明白 為何鏡頭拍不到這件事 是,很刺激 變成CCTV了 弄成你 對,可能已經出事了 已經解錄不到 已經解錄不到 好,今晚麻煩你和師傅 好,謝謝 下次今天的經濟再上來分享 好,謝謝 好,靈異事件 信則有,不信則無 我們下次再見